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态度 还有饮料的是 就更可笑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看见 又想笑又想哭的那种 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他经常把那个饮料 倒在那个不透明的杯里面 偷着喝 你说我当时看着我多难受 然后看着又想笑 什么饮料那么迷人 就是我比较喜欢喝 那种碳酸饮料嘛 就每次出去 就会买一瓶回来 放在冰箱里 然后就趁他不注意 会倒在冰箱里 而且他还是 你知道他藏哪块吗 有一次我开冰箱的时候 发现他藏在西瓜的后面 我看不见的地方 突然那天我翻东西 翻着翻着突然 看见后面有饮料 要不然咱跟他分了吧 不行 我在这里面关注几件事 一 为什么给那女主播 刷那么多钱 自己的女朋友也是主播 为什么不关照一下 因为他这个也属于一份职业 就感觉他挺对得起 这份职业 我把这个钱上去 我感觉也算是那个什么吧 我就问你为啥不给你女朋友 那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他本来就卸菜菜了 明明就是你错了 他总是这样 总是觉得他是对的 我就讨厌他这一点 所以其实你是认为 他在主播行业 你女朋友的工作能力是差的 可以这么理解 好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 如果你去他们家的话 你能表现得比他在你们家更好吗 可以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去了吗 没去 干嘛不去啊 所以其实如果从勇气上来说 女生比你的勇气还要大嘛 人家至少敢去 对不对 你敢都不敢 不是不敢 是因为平常上班工作比较忙嘛 那不就是借口吗 你打心里尊重这女孩子吗 尊重 尊重她 她说一句话你怼十句 但是她就是有时候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我是说在今天这个现场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你真的想跟她长久地在一起吗 真的想 想啥呀 她就是一个腼腆的 不爱跟人沟通和交流的 她就是一个让你猜的女人 你让她改这些东西 你改得了吗 她改不了我改 她改不了我改 这不就跟那减肥一样吗 我答应你减肥 可是我越减体重越大 问女生几个问题 离不开这个男生吧 我有点舍不得 因为他是 他脾气那么大 越减越肥 到处欺骗 因为他的确实生活中 对我挺好的 怎么对你好呢 反正什么事都挺包容我的嘛 我懒得动的 他都会去做 做得挺多的 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小事情 挺宠你的 对 可是他脾气大呀 对 这个其实我一直都让他去改 他以后脾气会越来越大呀 没想过 想啊 我觉得既然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我尽量去融化他这个脾气吧 融得了吗 我觉得他真的爱我的话 应该是会我改变的 那他真的爱你吗 好多疑问 就是一段感情真的 像你说的那样 本来都是一些小冲突小情绪 当小冲突小情绪 完全被堆积在一起 把它摊下来谈的时候 突然发现怎么到处是问题 是吧 连自己都觉得害怕了 有没有 有 可是我们又很珍惜 那这个背后藏的是什么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好 有点 好 好 好